起来了 又是新的一天 如果没有疫情 这样的日子多好 我的小番茄都跟着长大了 又是熟日之后的一瓶 这已经是不是为了多少的药了 又是做核酸的一瓶 母子关系现在特别轻 最近的嗓子是没烧虫 正好河山回去了 我们小区还有人养了一只鸡 出门拿东西 买了点东西 一个人拿不了 叫他出来跟我一起 今天大开销了买的多来 看看吃什么 你最喜欢吃的 来吃一个 来来来 好好好 我给你剥一个好吗 好 终于可以吃得 这下不节约了 妈妈 这下妈妈那个 大开销 你们省着点吃好不好 好 我们一个得福分两块 这不行得福是三块 不行这样不公平 你再拆一个就公平了 你给我那你给我那你不吃你给我好了 你说浪费那你给我好了 我不是不吃 我是不舍得吃都留给你吃 我吃一块 你吃两块 我吃个小的 手脏不脏 不脏 不脏 算节约 那也算你孝顺了 你节约的很 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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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哦呦 好了好了好了 多少细菌哦 哈哈 我以后洗澡吃个巧克力 我就不晕了 吃你给我的手舔一舔 哈哈哈哈 大拇指上有吧 哈哈 多久没吃巧克力了 你就一两个月吧 嗯快两个月没吃巧克力了 还有糖啊奥尔卑斯糖 嗯 我就是买了预防洗澡 凭血 嘴里含块糖的 这个是洗头的 嗯 不怕素美了 猜猜不加阿尔卑斯糖 多少钱 嗯 大家猜猜我买了这些东西 一共花了多少钱 嗯 这下不节约了 这下花血本了 七个妈妈你看 嗯 阿尔卑斯糖是后面加进去的 呢 其实一共是301块5毛 牛奶刚刚我儿子已经运进去了 还要加30块钱的跑腿费呢 两箱牛奶 加这么多东西 我想买水果的没买到 水果现在很紧缺的 他说过几天有货了再跟我说 暂时先吃这些吧 这些东西就要300出头了 还不加水果 我本来订的香蕉苹果橙子 它没有货 水果也要吃的 不吃水果感觉嘴巴没味 感觉缺维生素 我是饼了又饼 撑了又撑 才买的日用品 洗洁精 钢丝球 沐浴露 牙刷 分了一个月零十天 家里的日用品也用光了 我是饼了又饼 节约了又节约 洗洁精大瓶呢 早就用完了 这一瓶是发物质发的 也只有半瓶了 钢丝球我已经用丝瓜烙洗了 丝球这个东西要勤换 不勤换上面粘的细菌多 钢丝球用的也废 洗头膏也不多了 就这么一点了 护发素已经倒立着放了 已经倒立着放了 也就只能用个一两次了 我就让带了一瓶护发素 洗头膏也快没了 我没让带洗头膏 我让带了一瓶护发素 因为头发比较硬比较干枯 为什么没让带洗头膏呢 家里这都是沐浴露 厂里发肥皂发沐浴露多 我就想用沐浴露当洗头的了 节约点 我老公说你沐浴露洗头 不要头发都掉光了 我想我这头发还蛮密蛮多的 暂时还不怕掉 节约一点 这一个月下来煤气也不少用 每天都要烧饭 以前上班的时候早班夜班的饭 家里烧饭烧的不多的 以前下了班就在厂里洗澡 家里也不怎么洗澡的 家里的水电煤用的都比较废 本来通知封五天的 谁知道这一封封的一个多月 马上快两个月了 我这一个月里面换过两次牙刷了 就那牙刷都用这么废 说明我对刷牙很用力 所以我牙齿比较白 然后我带了两个牙刷 用牙刷比较废吗 你们觉得如果我用沐浴露洗头 会不会太离谱 会不会太节约了 没办法 疫情期间家里什么用的都比较废 然后工资又拿的低 真的 这疫情日子不好熬 还是那句话 疫情早点过去吧 老百姓们熬不住了